先要来关心就是日本西部 在当地时间18号上午7点58分 发生了强烈大地震 造成4个人死亡300人受伤 而同样位在断层带的美国加州 能够有哪一些借禁呢 本周的新闻广角警单元 推出了大阪618强阵专题报导 要带观众朋友一起来关心 好说到日本的618大地震 日本借降丁测得规模是6.1 镇央是位在大阪府的北部 虽然没有发生海啸 但陆续的传出灾情 市内不少平房起火冒烟 消防人员火速赶到现场灌揪 日本大阪地区 18号清晨7点58分 发生规模6.1的地震 虽然当局没有发出海啸警报 但陆续传出灾情 大阪府北部を震源とする地震があり 大阪市北区 大阪高槻市 平方市 茨城市 美濃市 震度6弱の揺れを観測したほか 近畿地方の広い範囲で 震度5強や5弱の揺れを観測しました NHK朝日电视台报道 有数人丧生 共同社则报道 一名9岁的女童 受困在大阪市 一处游泳池被倒塌的墙壁 压到不幸身亡 政府全面出来抢救灾情 地震後超市的貨物散落一地 地震水管断裂 喷出大水柱 小学生躲在操場上避灾 民众跑到空旷的地区 躲避余震 個个是心有余悸 根据日本气象庭表示 这起地震震央 位在大阪府的北部 深度为10公里 属于浅层地震 包括大阪京都 资贺 冰库 奈良 都感受到明显的震动摇晃 当地政府指出 受到此次地震影响 大阪的天然气 暂停瓦斯诉售 大约有十多万户 受到影响 事实上 大阪已经有多年 没有发生规模 超过6以上的地震 23年前 规模7.3的板神大地震 还让当地人记忆犹新 这次地震 又让当地民众开始担心 日本西部地区 是否又到了地震的周期 读人新闻 蔡情文 杨兆 综合报道 好 就因为地震 在日本大阪 许多观光景点受到影响 而至于在奈良 还有京都等名胜古籍 也有部分受损 一片片乌瓦被震落 曼地碎片 这是在京都 新本院寺的唐门附近 地震过后 成了这幅金像 而在大阪更是大受影响 就是说票口的那个玻璃 就是整片都 就是空了这样子 就是旁边都 中间都碎开这样子 大阪环球映称 不止快速通关 验票口玻璃整个被震碎 原本表定9点就要开门 但直到早上10点45分 才开放 而且有12项游乐设施 被迫关闭 进来就发现很多好玩的游乐设施都没有开 像是小小兵 还有飞飞翼龙全部都没有开 而且刚刚得到了一个最最糟糕的消息是 连晚上的夜间游戏好像都取消了 金板地区知名景点受到颇及 包括奈良知名景点东大寺 被指定为国宝的四天王像 七州一尊多闻天立像被震落 另外京都的石清水八番宫 有十个石灯笼遭震倒 连日本塞大国宝及查室戴安 外墙也遭震裂 裂痕长达两米 大阪巷市通天阁 大阪城等知名景点 不少百货餐厅通通停止营业 就在大阪旅游的艺人宝妈 也赶紧在脸书贴文报平安 地震当时他人在三十三楼 一路走下来离开旅馆 也因为大阪部分地铁JR停止 不少人都只能排队登公车 虽然行程因此泡汤 但好消息是 目前没有台湾观光客受到波及 台湾留学生大约两千九百二十二人 也都平安无事 毕竟行程可以下次再来 平安还是最重要 东西文物财先杨荣综合报道 好 这一回强震不少人就回想起 1995年的板神大地震 而事实上东京大学就有教授 也警告说受到这一回地震影响 可能诱发首都直下行地震 会造成经济损失超过12亿美元 一阵天摇地晃 让人斩都站不住 商品也全数被扫落在地 而在街上高架桥倾倒 上万床访问震垮 这屋车鸣地声更是不绝于饿 这座城市宛如人间令狱 23年前日本这场板神大地震 瑞士规模7.3 造成6000多人死亡 32万栋房子俗毁 损失金额高达台币60亿 没想到18号 清晨6点多 大阪府北部再度地牛翻身 发生瑞士规模6.1强震 深度近13公里 唤醒当地居民噩梦 事实上大阪府就位于两个断层带上 分别是东西向数十公里长的 油马高规断层 河南北向的上庭断层 而这次镇央就位在油马高规断层上 日本政府早就锁定这两处断层 30年内可能发生7.5强震 还有东大教授提出警告 指这次地震可能会诱发某个断层活动 会与民众应及时做好准备 日本卫处环台平阳火环带逆征平凡 但日本当局更忧心南方南海海沟这颗 定时炸弹 一大半腐为例南海海沟就位于塔的南方 一旦发生瑞士规模9.1强震 海峡不但会在两分钟内抵达 八成面积被淹没甚至会造成13万人死亡 还有专家预估一旦噩梦成真 日本20年经济损失将会创下台币385兆天价 成为东亚最穷国 国难当前提出对策 已经成为日本眼下最迫切的问题 东三新闻黄信息文旭有报道 同样瑞士规模6的强震 日本没有传出有大楼倒塌 而反观台湾花莲 却有很多房子被震垮 就有专家分析主要原因从招标到第三方监工 台湾实在是落后太多 一阵天摇地动 18日的大阪很不平静 超商内电源站不稳 商品也全洒落一地 但这6.1强震没有大楼被震垮 反观台湾 饭店住家都塌陷 台南强震规模是6比日本还小 专家点出灾情差异 是日本从1999年就订立中间检查制度 从监造及加强施工检查 交给政府或中立第三方机构来执行 但反观台湾 从招标开始就曝露机制不足 招标制度是采取最低价得标 所以厂商为了得标往往会拼低价钱 房屋攸关人命却还想拼CP值 甚至在监督施工上 国外建筑师对设计与监造的费用 接近五五分而台湾则是设计费七成 监造费三成 在工地常看不到监造人员 责任也常互相推诿 不知责任救赎 偷工减料变得更难抓到 重点监造也就是说 他们只对当中的几个点 用抽验的方式去加以检查 像是1994年美国旧金山大地震后 加州政府开始执行特别监造制度 但反观台湾更别提不销建商 会向营造厂借牌自行施工 所谓一案建商就是说 他只做一个案子 他可能就倒闭去换招牌了 所以他对这个施工的品质 他是根本不必加来考虑的 他是以完全的盈利为目的 更大危机在于 全台有82%的建筑 都建于1999年耐震标准之前 建检制度面还有改善空间 针对于30年以上的老旧房屋 特别是九层楼以上的这种大楼 那应该做一个强制的建检 行政院院会3月29日也通过建筑法修正案 也要设第三公正单位协助检查 但就盼不要只上谈兵 只上审查才能让民众住的安心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导